预期是就是说将来我们透过那个传递参数 那这个参数呢基本上就是假设我执行 我们现在的现在的这一个 我们这个产生Compile之后的Class 然后后面空格你传递一些比如说这个是数字空格 然后再给它一个文字然后文字等等的 反正就是类似在这个Class后面 那如果要传递参数的话我们中间加空白 每个地方就加空白 那传进来之后我要判断什么 判断就是这里面有几个是文字 有没有数值的总和栏 就是如果是数值的话 那基本上它可以加 加总之后的结果假设是这个地方 里面只有一个数值是89 那其中的话呢你要统计什么 这里面有几个是非数值的 因为基本上传递进来的话有一个两个 这个是数值三个这三个所以要显示三个 那纯数值的话有一个 OK你要把它统计出来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去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範例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一样是JPT106 那这别注意啊 在那个我们的这个MAN 这个106JPT106这个Class 那一定会有入口 有没有一定会有Static的一个Void 那一定叫MAN 实际上这个是主程式 它启动之后呢一定会有入口就是MAN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后面一定会有一个String的阵列 AX 那实际上你要去接 人家不用给你的参数 你可以借由这个地方去接 它预设一定会有一个阵列 而且是一个自传阵列 那我们如果说将来 要 当然在DOS底下可以这样打 可是如果说在Eclipse里面 当然不是从这边输入 如果说你将来 要让人家可以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记得 你将来在你产生的那个 就是类别的 这个专案这个专案主管的 这边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 这边有个RUN S RUN S里面的话呢 有个RUN的 这个一个Configuration 这个地方 可以去做后续的 就是假设你今天要传递的是 一个参数 特别是按右键你可以RUN 可以设一个那个设定档 那这个设定档的话 预设一定是启动 是执行它 那如果你要传递参数的话 这边有个叫Argument 实际上那个Arg 就是Argument的缩写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 去传递一些东西过去 那比如说你可以打一些 像假设我今天打一个Java 然后12空一个 再打一个Date 假设类似这样 34 然后再56 OK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设定好这个Argument之后 将来我可以透过这边 有一个那个 就是String的一个阵列 它可以帮我把这些呢 全部都抓过来 那抓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要怎么判断说 里面是不是数值 数值跟非数值 所以那最后要计算它的个数 那计算个数前面有讲过嘛 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在跑回圈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增加一个 所谓的计数器 加加 加加 OK 那可是我怎么知道 到底它这里面 传递过来 假设我今天传了五个东西 过来之后 它接到了 那接到之后呢 我怎么知道它到底是数值还是非数值 其实这边的话 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可以 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设总共三个 三个变数 因为我将来需要输出的结果 看到的结果会是希望 有那个数值之总和 有没有 这个就上 非数值之个数 跟这个 纯数值之个数 那当然会需要三个变数 所以我这里 分别建立了三个 分别是 第一个sum是 加总的结果 第二个j的话呢 我是所谓的 这个是数值 j是数值 那再来一个k是非数值 预设值都给它零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 主要是将来要print出去 我会有三个变数 那我就先产生这三个 那再来就是说 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基本上 我实际上是把这个ark 里面的参数 一个一个抓过来 那一个一个抓过来的话 基本上 那我们前面讲过 正列一定从零开始 所以 它的初始值一定从零开始 把第一个抓过来 然后当什么时候 会进入到回圈 OK 特别是 那刚刚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什么 比如说3210 那3210 特别是 一定是I 一定要是什么 小于等 应该是什么 老板跟这样 大于等于零的时候 你如果等于零之后 零会进去 那如果大于 就是321也会进去 所以这个时候是进入 那什么时候会进入回圈 当I 它是小于 小于lag 那lag总长度 假设我们刚刚 传进来我输入五个 我有放了五个资料 所以这个lag总长度是5 那当它是小于5的情况 初始值0 所以第一次会进入 再加加 加加就1 2 3 到4 这5 特别重要 因为我是要小于 5跟5之间比是等于 除非你这边要加 像刚刚有个等于的话 那还是会进 可是如果是小于的话 那到5的时候 就离开了 就从这边离开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4回圈的那个逻辑 总共一样是三个 1 2 3 那当然前面有讲过了 你们可以回想 有个4H的叙述 那如果有一个阵列 阵列如果 我不要写三个 我写 不要那么复杂 我可以怎么样 丢到一个什么 把阵列 一个一个循序的抓的话 前面有讲过 也许你等一下可以修改一下 那我们抓到这个值之后 要做什么 转型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转型之后 那转型之后 我要把它加总 所以这边加等于 加等于是加总 OK 那转型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如果像第一个 抓进来的话 它是Java 那Java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呢 它碰到这什么 Integer.Value 那特别注意 Integer指的是 要转成整数 可是它后面是Java 那如果转型的话 怎么样 特别注意 一定会转型失败 那转型失败怎么办 其实你们可以 用这个方法 以后记得就是说 如果转型失败 你要Catch到 它的错误的话 在Java里面 有个叫做 例外事件的捕捉 也就是说 如果你Bug了 那你什么 可以把它Catch到 然后不要让它 就是产生 因为Bug就停掉了 程式就挂掉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要因为 转型失败 而挂掉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 这边可以选起它 按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什么 Surround 它有一个包袱 Surround的那个 你可以把那个 Tricache的部分 把它Surround 把它那个 它这个地方 你等一下你可以 不用背 因为Eclipse里面 它有一个蛮好的功能 就是帮你自动写程式 有没有看到 Surround的Wiz 如果你们用中文化版本的话 应该是包覆 那里面的话 会出现什么 出现这个 叫做Tricache 不过你会发现 除了Tricache之外 好像Do也会自动帮你包 For也会自动帮你包 Eaf也会 OK 其中因为 我是觉得其他的 应该比较简单一点 那你要偷懒的话 这边也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你也可以帮它包覆 你可以把中间的写好 选取它之后 按右键 这边会有个叫SurroundWiz 等一下你们找一下 其实在Eclipse里面 有很多地方会自动帮你写程式的功能 OK 尤其在Android里面 因为Android里面很多东西 你要自己床头写 真的会非常辛苦 它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这个叫Tricache包覆 所以你可以选这个Tricache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Try Catch Down Catch怎么了 Exception 这Exception就是例外事件 它会知道说你哪里出错了 而且会传递进来一个E 告诉你说哪里错了 那不过我们其实不是要知道 它里面哪里错 我们是要知道说 它错了 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当你可以把这Exception里面分析 里面有一个叙述 就是说你错在哪个地方 不过那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当它错的时候 对 我们把它那个K 因为错了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错 因为转不过去 转不过去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所谓的什么 非整数嘛 才会转不过去 所以Catch之后的话 你把它加加 然后一个分号 它就会等于是有点像分流 转得过去 那就表示什么 把它加装起来 然后再把它加加 就是这个是指的是转得过去的 那这个是转不过去的 因为TryCatch了 它已经跳出那个Exception了 OK 然后就把它加加 好 那所以最后的话 这个会加中 然后也会把有几个整数加起来 然后呢 也会把不是整数的 不是数值的部分加起来 那我们就把它分别输出 OK 所以直接执行看一下 按个OK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少一个 这边应该是 看一下是不是瓜糊 少一个瓜糊 OK 这边 后瓜糊 补一下 好 因为有时候就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看一下 这个对到这边 这个对到这边 Ctrl Shift加F一下 把它再重新排过 那它会整整齐齐的对起来 OK 再把它执行一下 好 基本上呢 它会抓到什么 抓到那个外部的 这什么 数值是种 为什么 因为这个输出啊 跑到这里面来了 所以把它搬出来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在外面 之前好像有同学也是类似的状况 一输出 奇怪什么一大堆 为什么 因为你把输出写在Fore圈里面 Fore圈跑一次就输出一次 跑一次就输出一次 所以你知道吗 把这个东西搬到外面 Enter一下 把这个地方把它输出 就是先全部做完之后 再来做输出 一次输出 OK 按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那也就是三个数值 所以刚刚有输入 123456 加起来102 然后呢 非数值的部分有两个 因为中间有个什么Java跟Date 然后呢 数值的话有三个 OK 所以这一题 请各位试一下 比较重要就是说 如何借由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 man里面传递参数 记得是从那个 你们现在这个class 我们按右键 runs这边有一个 run的configuration 那这边的话有个arguments 从这边去填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如何去抓取那个 exception 那记得哦 就是说原来这个 这个可能没有包覆啦 这个没有 把这个原来的包覆拿掉的话 那你记得就是怎么样 把它做一个try cache包覆就可以了 记得把它选起来 把它选起来 按右键 这边有个 surround with就可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另外一事件 的捕捉呢 当然也蛮重要的 不过我好像记得是在 我们书里面第八章 有更详细的说明 那这个地方 这一题主要是利用 就是说 假如你在转型的 所以特别注意了 将来呢 你们如果说 会用到转型 比如说要把那个 置串 转换成数词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蛮有可能会失败的 那失败怎么办呢 当然你就可以善用try cache包覆 OK 比如说常常就是说 类似像 像上 刚刚那一题范例 假如也许你可以做一个 就是说 请输入您的生日 那也许 也许你分三个 年月日好了 请输入年 那年的话 当然理论上是要的数字 如果也有人打什么 打中文字的话 比如说 民国多少年 那当然他输入的一定是不对的 那不对 你就当然就是要把它try cache cache到之后的话 也许给他一个讯息 show match dialogue 我跟他讲说 您输入的 请输入一个标准的 那个阿拉伯数字 他才会知道 不然有时候 错他不知道错在哪里 可以让他知道一下 可以试一下 这个106的那个数值过滤器